家里有两群鹅 一群五只 一群十一只 这五只小鹅经常被大鹅欺负 大鹅最喜欢欺负那只瘸了腿的小灰鹅 这种大鹅可以长到一十二斤以上 这种小灰鹅只能长到八斤左右 这几天发现小灰鹅开始反抗了 看看大鹅是怎样欺负小鹅的 看看这只小灰鹅太勇敢了 就像长山赵子龙一样 在一群强悍的对手中间如入无人之境 那只厉害的小灰鹅不是这五只中间最大的 单圈是攻击力最厉害的 另外四只都不敢对抗 就只有这一只稍微小一点的小灰鹅敢对抗 估计再过一个月得小灰鹅长大了 这一群大鹅恐怕不是它的对手 这两群鹅之间的战争总是不断的 以后抓鹅就要一次性抓齐 不然打架 在果园里面地方比较大 两群鹅都保持一定的距离 相安无事 这两群鹅每天都发生很多故事 未完待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儿